合作过天圈梦 我演王哈哈 他演一个江湖的大道 因为我们每次选嘉宾啊 我们一定会选您想不到的人 真想不到 如果您天天都能见到的人 那我们可能也就不用来了 没错 我跟您说啊 还得跟您说一下 别人都是仨嘉宾 您是四个啊 关键这一位呢 我必须得跟您说啊 刚做了一个小手术 今天我本来说呢 我说哥要不别来了 他说不行 我必须要来 他说因为我有个心愿 来 掌声勾请 下一位 嘉宾老师好 我跟你说 我想来的 我想来的 演员李嘉宾 与大来宾楚智博 是多年的好兄弟 二人因合作电视剧天桥梦 相识相知 几十年的友情 发酵得愈发珍贵 此次李嘉宾身体有样 却依然坚持前来 楚智博将作何感想呢 怎么了 这前两身体有点不舒服 有点少病 咋的呢 肾结石 就把那石头给 碎了吗 碎了 捣碎了 1.1厘米 哎呀 1.1厘米啊 挺大 这么大呀 挺大的 那个后来排出来了吗 看着 排出了 看着墨了 看着了 说是怎么造成的 能爱喝茶还是怎么 爱喝茶是一方面 它有一个那个结石体 还有什么 比如说吃菠菜啊 比如说吃豆腐 那也太可怕了 那个疼起来 就是可以选择活着 还是不活了 就能选择不活了 对 就那么疼 就我跟你这么说吧 就跟这肚子里头啊 有沙盆 两块砖头 一双塌了板 两条毛巾 在里头裹着疼 哎呦 怎么都不疼 跪着趴着 只能在地下趴 就你是不可以站的 你不可能站的 哪儿太疼了 哦我天哪 疼多长时间呢 这一次 这一次就得跑 疼那个石头 错了胃 哦 只要它错胃 就不疼了 一般都得一两个小时吧 不停的 跌 就是一个疼痛感 一两个小时 两三个小时 跌 跌 所以我们也是在想 哎呀能不能来 我这一直着急呢 我跟你说 王鹏 我想来着 我是不是今天 你看第一个 我问的就是 就是有点奔着家孙走 哦 结果一看不是 是 那家村老师 您那个若干年前 就说给我画只大公鸡来着 哎呀 后来这公鸡 这老不叫响啊 大鸡徒 你说什么时候 我什么时候给你画 你的那大公鸡 我记不得 但是好像家村老师 有一回录像的时候 您可说给质博的女儿画一张画 这事我可记得呢 你这脑子真好啊 你看看 哎呀 你看看 我跟你说 有没有这事 有 有没有 我跟你说 认吧 文姐 这大概二十年前 我和质博 我们俩人 在北京台做节目 她女儿 叫雷 雷雷 哎呦 我当时我一看小孩 那漂亮 我说雷雷 大爷给你画一张公鸡 这事二十多年前了 完了之后 上次 我做节目 小雷来了 想起来这事 哎 我说雷 大爷给你一张画 嗯 所以今天我跟你说 嗯 你叫我来 直播这个 嘉宾 我也得来 不叫我来 死你赖脸的 我也得来 真的 因为我 太这个 拿这个直播当回事了 嗯 我呢 特地呢 跟我们侄女儿 画张画 哦 多画画 你看看 这画多少画 来来来 我看看 昨天 昨天 哎呦 哎呦 快的呢 哎呀 太美 哎呀 哎呀 爱女小蕾 念 世事大吉 爱女小蕾念 岁在心丑 家存话 哎呀 什么什么王维念 没有什么王维念 没有没有 王维念看 王维念赏 跟王维念没关系 我以为是送给王维念 哎呦 这太好了 爱女看一遍 送给王维念 如果没有遍 拿走何事 对 我跟你说 就为这事 维念 我这脑子啊 这些日子 糊涂糊涂 哎 我说小蕾 小蕾 小蕾叫什么来的 我怕我晃范 我给他的朋友 也是我的好朋友 李三菱 对 我说三菱 我说那个 直播那个 这个 闺蕾叫什么呀 小蕾啊 我说你别晃范 到我一落上笔 他说你等会吧 我这正忙着 下午我给你发过去 结果李三菱 昨天下午 家存兄 没错 楚小蕾 来来来 我帮你拿 我帮你收一下 放心 我收吧 您这一收没影了 谢谢 带女儿 谢谢大爷 今天就太开心了吧 太开心了